每年到了三门峡下雪的日子 张明云必定要出门 为什么呢 因为他和洪富锦机有一个约定 他们要共同创作一幅会动的中国画 听起来好美妙的情景 那是什么样的画面呢 一起去感受 我现在在三门峡 赶山国家水利公园拍摄店 这里是专门为拍摄洪富锦机 设立的山里特别冷 生态环境好 他们性格非常淡小 每天早晨六点多就出来了 拍摄的时候不能操 不然他们就跑了 我最近最大的喜愿就是说 环境也保护好 鸟也保护好 现在吧 喜愿终于几倍时下 因为特别高兴 最高兴的原因是 这代表洪富锦机这个点 因为洪富锦机 只有在中国有 别的国家是没有的 希望大家来 乖鸟爱鸟 大家都行动起来吧 太美了真是 那就是画啊 画都画不出来这么好 真美 来 我们答这一题 听题 请问那洪富锦机夜间 在哪里休息 选项A 贯从 选项B 树上 选项C 树洞 请 抢 到 乐游现在心里 吐吐吐吐的跳吧 对 没事 你郭叔叔会超水平发挥的 来 老郭告诉我你的选项 选C C 锁定答案 请选项 我们看到这个洪富锦机 它是在冬天 他们在关上它 对 那么冬天是下雪的 外边的这个自然的天气 会很恶劣 但我觉得在树上 对于鸡肋来说 太累了 它毕竟不是一个 长期飞翔的动物 是吧 所以我认为 就在树洞里 是唯一一个合理的 国梁 它的判断 是 错了 nice 不会吧 晚上 如果没有那鸡笼子的话 家鸡也会上树 它也会在树上 而且有些养殖户那么痒 人生态的 对 其实那是真的生态 而且那是真正 制鸡类 或者鸡形木鸟类的一个 非常普遍的一种行为 就是树上 晚上是安全的 当然它繁殖的时候 它会到贯叢当中 因为磁性 它可以隐蔽在贯叢当中 它可以在里边孵化 当然平时晚上都上树 甭管最大的鸡孔雀 它晚上都会上树 其他的鸡的也会上树 所以应该是B 郭亮抢到了 但答错了 对不起 后退 一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电话 谢谢观看